花蓮市国府里萨古尔部落风廉祭 22号上午举行 萨奇拉雅族人虔诚感谢主邻庇佑 以宰歌宰舞来迎接盛宴 展现出原住民族文化之美 市长温嘉贤表示 花蓮市12个部落 从7月份开始相继举办风廉祭 最终场就是由萨古尔部落 画下完美句点 接下来泰鲁阁族感恩祭会在 8月29号在大本部落聚会所举行 也欢迎相亲前往共襄盛举 领唱台上的族人打着节奏唱出传统歌谣 台下族人只是跟随音乐旋律踏出步伐 以宰歌宰舞方式迎接这场盛会 花蓮市最后一场风廉祭 22号上午在国府里萨古尔部落举行 市长温嘉贤特别受邀 到舞台区和族人们欢庆共舞 市长表示萨古尔部落萨奇拉雅族人 长期来以捍卫自己的文化 大家有目共睹 现场也看到年轻人回来花蓮参与文化记忆活动 这也让部落的传承看见一丝希望 我们可以看到非常多的年轻人 也投入在这一次的我们风廉祭里面 那我们希望能够透过青年朋友的传承 让大家能够继续的把文化代代相传下去 也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来响应部落文化 支持部落文化 那在此谢谢大家 那我们会全力的继续支持我们传统的部落文化 跟各族群的一些文化传承 那希望大家都能够一起彼此尊重 市长表示花蓮市内12个部落 从7月份开始相继举办风廉祭 最终场就是撒过部落画像完美句点 接下来泰鲁阁祖感恩祭会在8月29号 在大本部落聚会所举行 也欢迎花蓮乡亲前往共襄盛举 借徐丽琴花蓮时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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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oes 好